今天是2022年12月15日 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彤 去年 在《社交媒体》和《明报》登了一篇关于六四的文章 被控 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 主要就是六四出席六四晚会 受审之后裁定罪成 当时判囚了15个月 他不服定罪和刑罚上诉 高院法官张慧玲昨天裁定了 定罪的上诉得值 完审的定罪和刑期 都获得撤销 有报道说 其实他已经复完了 复不了刑期 裁决当然了 还他个人清白 其实更加重要的 就是透过整个司法程序 釐清警方在行使权力禁止一些游行 示威的申请的时候 怎样可以保障到 公众有集会 游行 示威等等 权力和自由 这些重要的问题 政府败诉之后 律政司就随即 就说案件会涉及 重大而广泛的法律观点 就会考虑申请上诉 去到这个终审法院 将官也表明了 如果申请的话 会批的 因为同意有些重大的法律观点 警方近年处理一些游行集会 申请的时候 引起很多的一些争议 最终现在这样看 都很可能会上诉到终审法院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会触及到警方处理 这些游行示威的问题 当然了 结果也往后会有深夜的影响 周恒彤知道了胜数之后 就说猜不到 对结果 相信不少人都有类似的 即时的反应 听到一个这样的 他赢了胜数之后 原因之一 我觉得会是因为 过去一段期间 我想社会上对法官 是否能够伸张正义的信心 有下降 这个虽然未必是很公平的一种说法 但是社会上 存在了这种说法 也是一些事实 你喜欢不喜欢都好 有一个这样的看法 所以结果出来 就会有一种 想不到的反应 而更加主要的原因 相信就是 那件事 警方当天就很清楚了 就已经没有 出了禁令了 所谓没有出不反对通知书 其实就是禁了 禁了维园六四集会 而周恒彤就被指 在文章里面 呼吁一些人去维园集会 表面看来就是 其实是纵硬的 属于违法的 所以自然 胜诉的结果 会是估不到 但是我们看回 那些理据 就是法院的过程 其实又会看到 也不是完全估计得到的 代表周恒彤的 资深大律师 彭耀雄 就在庭上就说 警方禁令 是这个控方案情的起点 他的合法性 是控制必然的元素 他这个观点 就在将冠的裁决里面 其实就是接受了这个观点 他就说 控方 就是 律政署 就未能够确定 确立到警方 是以 禁令禁止维园六四集会的合法性 就是控方是 确立不到 这个禁令 是有合法性的 所以说 即使周恒彤 是呼吁一些人去维园集会 也都不属于犯法 他又说 法例应该容许市民 在这个刑事审讯 质疑这些禁令的合法性 将冠就引述了 公安条例 因为警方批 这些人员示威 基本上都要根据法例 公安条例 公安条例里面这样说 就是说 如果可以施加到一些集会条件 而达到同样的目的的话 警方就不可以 就是禁止集会 那次六四集会 就以新冠疫情 公共卫生为由 禁止集会 当时支联会就已经表示 愿意遵守警方任何的合理要求 警方期后就没有考虑 也没有提出一些条件 例如限制人数 入场者不可以进食 或者要使用安心出行等等 那张冠所以裁定警方就是 没有在可行的情况之下 履行到容许和便利集会 这些主动的责任 这个是不符合公安条例的要求 那张冠又提到 警方又向这个卫生署 拿这个专家报告 那专家报告就没有完全反对 一些大型的集会 只是不建议举行一些 不戴口罩进食的集会 那六四维园集会很明显 不是这一类 就是有食物的集会 由于警司的证人 决定禁止集会之后 才向卫生署拿这个报告 所以张冠就裁定 警方在发出这个禁令的时候 就没有考虑这个报告 那这个其实都很清楚 那张冠审视了这个警方的处理之后 就认为 基本上他会认为 不符合公安条例的要求 那所以自然 是认同代表 就是代表邹幸彤一方的律师所说 就是说这个禁令呢 那个合法性是有问题的 那虽然都同意一下周幸彤 在这个文章里面是有煽动成份的 就是去维园啊这样 但是那个禁令的起点有问题 那个判罪自然也都没有了基础 所以最后就决定这个撤销了定罪 那张冠你看回 他是引述公安条例的一些很清楚的规定 然后警方怎么样过程里面的处理 明显有些事情没有做到 最终的败诉 那如果重复这样去看回整件事呢 其实又不让人感觉到奇怪 那新冠疫情爆发了之后 港府就实施了限聚令 基本上呢 所有有些规模的集会游行申请 那警方一律 一律都是以疫情 以公共卫生为理由就拒绝批准 那当时呢 就已经一直以来 有些人就是这样说的了 就是批评就是 警方以疫情为名 实际上就是打压公民 依法上街 或者申请游行集会的权利为实 那过去一两年了 基本上呢 大型公众集会都完全没有了 那都挺有趣的 日前就有一些香港的内地学生 和香港人 香港学生 响应 内地的白纸运动 抗议这个内地严苛的一些防疫的措施 那警方就大为紧张 那事后还有些官员形容是这个 再次颜色革命啊 颜色革命啊 那样 那就 真的令人感觉到匪夷所思 过去那两年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香港是否还容许游行集会呢 那特首李家超近日就强调香港就已经活起来 动起来 那那其实市民透过集会游行 这些活动 这些其实都是活动 表达意见 就真的象征香港 真是活起来 动起来 自由活泼 多元包容 那所以过去都一直这么说的了 就是任何限制禁止呢 就是这些游行集会呢 都必须是要合理 合乎比例的原因 那现在就说社会伏偿了 经济希望伏偿了 那其实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 那就都不应该当是一些洪水猛兽了 就是 基本法里面都写了 就是保障了的 那是不是都应该伏偿呢 政府实际上也都可以更加 就是透过这些游行示威呢 可以很直接的听到市民的声音 民意 民情 那周恒彤这个个案呢 正正这个时间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最终 相信都不需要太久 政府就要决定 那我相信排期也都不会排得太久 中审法院会就一个个案 以至于涉及到警方对集会 游行 发出禁令的一些处理 那个 是否合理呢 是否合法呢 会有一个完整点 清楚点的说法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听 支持 拜拜